不,接下来我们给您报道 最近在中国大陆所爆发的毒胶囊风暴 那就是您吃得到,看得到 可真的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更不要说后面所曝露的风险 这个事情牵涉到最近以来 大家吃药的机会增加了 不是说生病的人吃 不生病的注重健康的人 也会吃很多的养生药品 而这些药品都是大部分以胶囊的形态来包装 而这个胶囊的生产过程 就给了黑心商人有机可乘的机会 这里面侵涉到一些生产的流程 当然这些胶囊它们都需要一种明胶的原料 透明的、五彩缤纷的都可以制造 但问题是明胶的生产过程 要分清楚工业用途跟实用用途 工业用途的当中 当然不需要注重到一些安全卫生 但是实用用途里面的画画 绝对不能含有毒的物质 工业用途生产的会含有很多的有毒元素 像包括了各种东西 它具有极高的致癌的风险 绝对不能够进入你我的人体之内 但中国大陆的黑心商人哪管这么多 他们看到的是每天都在成长的这些药品市场 需要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空心胶囊 于是他们做的方向呢 他们就是把那些用工业皮革所提炼的过程的工业明胶 拿来提供给这些胶囊的药品工厂 整个事情的爆发是4月15号 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调查节目公布的一个事情 他们针对的是在浙江的一家生产工厂 觉得它的原料大有问题 怎么能够价格这么低而产量这么多 于是追踪到在河北的一家生产明胶的原料工厂 赫然发现满地的都是所谓的废弃的皮革 原来他们就是把工业用的明胶拿去做民间的实用用途 这下子问题大了 整个的黑洞煞时之间被穿 整个大陆社会为之沸腾 因为我不知道多少人已经吃了多少年 这种有毒的胶囊或所谓的有毒的空心胶囊 中国大陆在不断的颈椎之下的话 整个到4月下行为止 据大陆官方的公布已经接近有60个人被逮捕 而所查获的有毒的黑心胶囊几千万颗 还有更多的是凶小型的黑心工厂 生怕自己被抓到 干脆就把这些生产过程中还没用的黑心胶囊 干脆倒在田野或河流之间 于是出现了这种五彩缤纷的画面 你不要看它漂亮 里面都是有毒的药丸 而更有多已经成为了人体里面的有毒的累积元素 整个事情所曝露的是在中国大陆 又一次的可怕的一个安全卫生的管理问题 2008年中国大陆曾发生了三具亲癌的毒奶事件 这次事件的严重性绝不数于上次 甚至有人说这就是中国药品界又发生的一次 有如毒奶风暴一般的可怕事情 沉堆沉堆的皮革废料让人像走进垃圾回收场 阵阵刺鼻臭味 救人快要停止呼吸 这些又脏又臭的碎皮子 首先要用生石灰进行前处理 处理后的碎皮子必须进行脱色漂白和多次清洗 大陆的黑形业者竟然就是用这些制作皮鞋包包的废皮料 也就是大陆俗称的下脚料做成食用胶囊原料 你这个脱色工艺是什么工艺啊 酸碱中盒的 酸碱中盒 对 强酸强碱呗 对 原本又脏又臭的工业皮革废料 废皮料先是用生石灰漂白去污 还原的像是新鲜动物皮一般 处理过的工业皮料再倒入熬椒锅熬煮 制作的过程简直是恶心到了体验 我看这啥 不是不是不是 这口罩 不是不是 什么味道 它里面当东西 吸完椒以后这东西是清除了就 它对它有没有参与 熬出来的透明椒液再经过浓缩凝胶干燥粉碎等工序 熬煮后的碎皮料其实只能做工业又明椒 但业者却黑心装入白色袋子 缺德的送到药品胶囊厂 这胶囊的话也说能不能用 满满的 直击黑心原料厂后 大陆媒体再往下游追 买了原料的胶囊厂 溶胶过程也毫无卫生可言 吊在地上的废料扫起来再倒入锅中 一些吊在地上的破损胶囊被扫起来 连同切割下来的胶囊废料一起回收使用 记者看到 这种工业明胶原料 在用来加工药用胶囊前 首先要进行溶胶 并根据药厂需求 添加各种实用色素进行调色 加工过后的药用胶囊也没有检测 就直接贴上合格标章 你的设备有没有能减那格的 4月中媒体消息一曝光 胶囊厂立刻出现十几辆车 运送疑似装载成品的纸箱 公安也赶往现场 但业者却关起厂门不让公安进入 还这么巧的发生了一场火灾 烧毁所有交易名册 那么进入这个工作区域呢 我们可以看到地上有很多 没有燃烧完的这些纸张 我们走近看呢 上面写着明胶批道记录表 甚至还有业者把胶囊全倒进水沟中 五颜六色成了一条彩虹河 企图毁湿灭积 也灭证据 而这些黑心的胶囊 卖到了知名药厂流入市面 河北 浙江 江西等9家企业13款药品 全被验出重金属各超标 最多超标多达90倍 如果我们长期大量的摄入三架割 那么一方面是影响了我们身体的抗氧化系统 容易发生肿瘤等这种异常增生的疾病 运速查评多焦囊的流下 中国当局要求医院药局紧急停售下架 对相关的单位进行检查 停止销售和使用所曝光的产品 我们也经过全卖场的一个清查了 所有曝光的品种我们一律没有 救人的药物竟变成海人的毒品 大陆民众对药品的信心彻底瓦解 我从来没想过胶囊会也有问题 不吃也不行 商家的联系和道德是最重要的 反正它倒闭 大陆网民也怒骂 这些年来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了多少皮鞋啊 曾为药品代言的大牌艺人 也全被大陆民众迁怒 代言广告词现在听来更是讽刺 尽管中国中央大动作查扣了 八千多万粒毒胶囊 两个星期下来逮捕了嫌犯九人 刑事拘留四十五人 但大陆民众仍旧怒火难席 要求官员下台给个交代 只是大陆在毒奶粉事件后 食品安全已饱受质疑 如今又爆发毒胶囊风暴 中国的黑心食品形象再度乌云照顶 牵涉到食品跟药品的丑闻风暴 在中国大陆不是第一次了 而每一次这类事情都会引起消费者对于政府监管不周的愤怒 已经有读者投出媒体希望这次可以这些生产黑心有毒胶囊的业者 至少还给予他们请家荡产式的处罚 否则不足以异贫民怨 当然这次整个事情之所以能够揭发 还要感谢媒体切而不舍的追踪